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对齐方式 对齐方式我们在样式里面 称之为justify content content是指的我们的一个内容 justify是决定我们的内容的一个对齐方式 它有五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flex start 它是指让我们的布局 从左到右进行一个对齐方式 也就是我们向左看齐 另外还有一个flex end flex end其实就是我们从右开始 那么我们就是向右对齐 那么既然有左对齐和右对齐 那么我们肯定还有一个叫居中对齐 居中就称之为center 除了这三种以外 还有两种 一个叫space between space就是空格的意思 between就是在中间 就是让我们的一个会计元素 让我们的成员 他们中间会有一些空格 间隔在他们中间 然后它还有一个叫space around space around是指 让我们的空格围绕在我们的成员的周围 好还是一样 我们会通过代码进行一个演示 首先我们宽度是250 已经充满了我们这个屏幕 我们要使用左对齐 居中以及右对齐的话 我们看不出什么效果 所以我们把这个改短一点 改为100 可以看到现在中间他们是一个 这边会有留了一块空白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设置 我们叫做justify content 第一个是我们向右对齐 flex 我们先看向左 flex start 向左对齐 只是它是默认的 那么我们刷新完之后 他们还是没有变化 对吧 那么我们加一个注释 默认左对齐 然后它有一个end对吧 把它改为end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它已经把我们这段文字 这段块 向我们的右边转移了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右对齐 这种方式跟我们在使用word文档里面的编辑 其实也是一样 左对齐 居中对齐和向右对齐 还是一样把代码 把注释写一遍 这样子也是方便记忆 默认右对齐 默认是向右对齐 向右 好 然后还有一个居中对齐 居中对齐就是center OK 现在我们两边都有空格了 两边的空格其实是等级的 所有的快级元素 都在我们整个屏幕的中间 那么这种方式 其实在我们开发过程中 用的是比较多的 很多东西 我们因为微信小程序风格 其实是追求一个比较简单 直线的风格 那么很多小程序 它的一些布局 它的一些文字 一些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一些元素和标签 它大多都是使用的一个居中对齐 所以说这种方式用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再看我们的一个space space around space around 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们使用space around 之后 发现我们每一个筷子的周围 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空白 白色的空白就是我们的space around 就是让我们的这些space 包裹在我们的周围 可以看到这边A的旁边 这边有一块空白 B的旁边这边有一块空白 另外可以看到我们A和B之间 B和C之间 它们每个块之间的这个空白 是我们两边的一个两倍 可以看到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再看一个space space between 我们把它改为space between 我们使用它之后 我们再来看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我们两边现在已经没有空白了吧 没有空白就是指的是 让我们的空白 在我们所有的块质元素之间 就是在我们的间隔中间 那么就是我们A和B B和C C和D D和E之间都会有一些空白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中间了 要需要注意的是 但是我们两边是肯定没有的 那么这种方式 我们在一些开发过程中 有一些布局也会使用这种方式的 ok 然后我们写一下注释 好 ok 那么这三个就是我们一个容器的主要使用的三种布局方式 我们下一节开始来讲一下我们的一个快质元素 我们的成员有一些什么元素 我们下来讲一下 我们下来讲一下